大家好我是来自美文了 今天要跟你讲的话题呢是原子习惯这本书 我每一我刚开始承诺大家 我说每个星期给大家做一个读书会 现在呢变成每几个月做一次 因为读书会真的很难做 就你要看完一本书 看完以后呢你还要把它总结起来 然后讲出来 所以现在是个蛮难的过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 也觉得说我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做一集的话 麻烦现在再帮我点个赞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这本书呢叫原子习惯 因为名字是Atomic Habit 然后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蛮震撼的 他的作者呢叫James Clear 其实我看过他很反弹 他是一个脑袋非常思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 那其实他这本书呢主要有四部曲 第一个呢就让习惯简而易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如果想要到达一个好的目标的话 先从习惯开始 那两个比方吧 你想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瘦掉三十斤左右吧 然后呢你就会想啊我现在要怎么样 那很多人就空想要减肥要减肥 然后就开始说好我要做运动 可是呢事实上呢 他这里面说要从小小的习惯开始 就每一天的一个小习惯原子习惯 就其实是一个小习惯 而且呢要从三点开始 三这三点是什么呢 可能是时间地点和进行的动作 那打一个比方 如果说你现在的环境 身边很多垃圾食物的话 比如说potato chips啊 然后一大堆的糖啊放在你家里话 你要先从把这个环境清理清楚 然后腾出一个时间 比如说每一天拿出15分钟 或者30分钟的时间来锻炼 这15分钟30分钟必须要mark 在你的personal calendar上 就是个人的行程表上面 这个时间是不管什么东西呢 都不可以打断的 除非是很紧急的事情 不可以说今天一个朋友跟你说 你出来喝咖啡 你就把这15分钟画掉 这应该是你的priority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就像你要跟老板开会时的 这个时间留给自己 15分钟或30分钟 那地点呢 比如说就从最简单的家里开始 不要弄得很复杂 那你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都弄得很简单 而且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 每一天就15分钟 或者每一天就10分钟都可以 反正这之间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 单原地做瑜伽 或原地跳绳都可以 那食物上面呢 就把所有的垃圾食物 全部放到垃圾袋里面 把它丢掉 顺下只吃健康的食物 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只是 只能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 生物鱼啊这些东西 就是你所有呢 今天肚子饿 你想吃的你只能抓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你把这些都变成 都变成非常简单的时候 然后又变成你每天的习惯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非常容易的达到 那第二个呢 它的第二步取其实就是可玩 它这可玩是什么意思呢 是让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 打一个比方什么叫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呢 刚刚比如说那十分钟 你是用来跑步的吧 就比如说我们还以最早的这个 example最早的这个来说 你今年年底要减了三十半 好你现在把所有的垃圾食物都丢出去了 家里只剩健康的食物 然后呢你每一天拿出十分钟时间 就十分钟就好了 你如果这十第一个月 你这十分钟可以过的话 你第二个月再加成十二分钟 都可以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一般情况下 对我来说二十八天是可以形成的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要给自己非常简单非常易做的 然后你千万不要去抱一个 什么很远很远的一个运动班 或者什么班 因为每一天来回的这个路上 你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动力 最好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 好那什么叫说 把这个习惯能跟你的渴望呢 把在一起打一个比方吧 让这个习惯有吸引力 就是你很喜欢干嘛 你如果很喜欢看一个联系剧的话 那你就 可是你又没有时间 所以你就把这十分钟呢 可以在跑步机上面 好你说我这十分钟 我在跑步机上面跑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 我就可以把电视放在前面 看这十分钟 而每一天我只能看这十分钟 而且我这十分钟只能跟我的跳绳 或者只能跟我的跑步机呢 连在一起我做运动的时候 连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把他们两个捆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这个习惯就变成很有吸引力 你每天就会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第三步呢 其实我之前也讲到了 就是让行为轻而易举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把所有的把这个门槛放在最低 第一个 你去运动的时候 不要把运动弄成说 要跟哪一个老师 在你家离自己家里 一个小时的地方的老师 去算什么课 然后报一个特别昂贵的一个课程 你先从自己家里跑步机开始 如果说十分钟对你来说都很长的话 你先从比如说你看 你就想到跑步都觉得都累都不想做 或者运动就是不想做的话 可是你又知道运动对自己很好 那你就先从几分钟开始 五分钟都行 甚至如果实在不行 捡到两分钟 两分钟都OK 每天跑步两分钟 你相信我 当你开始把这个两分钟当一回事的时候 你两分钟自己自然 你就要开始了这个行动 你就会自然会想要做三分钟 四分钟五分钟 但最少呢 你就觉得两分钟 那两分钟的话就说还行吧 我每天就两分钟 为什么拿不出来 但这个习惯呢 是好的 然后又是非常容易做到 而且时间又说的很短 如果是你自己只想做这么短 又不是你很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肯定会去做它 但你做的过程呢 你会不自然而然的 想把时间加上去 甚至说慢慢 就算你不加每天两分钟 你变成一个月的时候 你就慢慢习惯了 然后你再加成下个月三分钟 再下个月四分钟 再下个月五分钟 这个东西呢 就习惯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养成 所以先让自己很舒服的去适应这个习惯 然后再让这个习惯呢 慢慢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后第四步举呢 就是奖励 但自己的习惯做好的时候 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奖励 就好像我说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这个 你跑步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看十分钟的联系剧 如果你最喜欢最喜欢就是看联系的话 那你跟自己说 如果每天坚持五分钟的跑步 然后坚持下来 一个月我做到的话 这一个月 我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坦在船上 看一集这个联系剧 然后如果做到两个月的话 可以让自己好好坦在船上看两集 就以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呢 来奖励自己 这样呢你不但有成就感呢 而且呢你会觉得这个习惯 是让自己喜悦的 是让自己开心的 那就就用这些很小的一个原子习惯 每天的一个小小习惯的一年后呢 你真的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身材的改变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呢 跟我最早以前看的一本书也是很像的 他那本书呢就是跟我们说 我们要先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是非常非常远大的 比如说五年的目标甚至十年的目标 然后再把这个目标呢 弄成小小小小的一块 这十年呢那每一年你要进步 要做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十年以后买一个房子打个比方嘛 然后这个房子再打一个比方是十万美金吧 那又说明说你每年要存一万美金 那这是你每一年要做的事情 那再把它分变成再小的话 就是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就是一万除以十二 差不多就是八千多嘛 就是哦 sorry 八百多 八百多美金 然后再把这八百多再除以三十 三十天呢 就是说每天你只要存下二十多到三十块钱左右啊 差不多 我们就简单来说吧 差不多就三十块钱每天存下来 那又说你每次发工资的时候 你就想啊我你可以用每天存三十块钱的方式存下来 或者说呢你可以用一个月就直接存八百多 或者九百块钱的方式把它存下来 以这样的形式呢 你会说哦那十年我有十万块的存款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十年以后就可以买自己的一栋房子了 就是哦如果每天要省下的三十块 那我每天比如说少喝一杯星巴克 Starbark的咖啡啊 然后少出去吃一次餐厅啊 那这钱每一天三十块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省下来了 可是十年以后它可能就是你的一栋房子了 以这种方式呢 就是不会觉得说不痛不痒的来做一个事情吧 不会觉得哇十万块钱 我怎么存下来根本不可能 或者说如果你的愿望是写一本书的话 那你说十年要写一本书 那每天就写一页吧 就OK那十年以后也是可以写好几本书了打一个比方哦 就让你把所有的习惯 所有的这个很大的理想 你把它切成一小一小块 然后每天坚持下来的话 那是一个很大 你可以成就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就是叫原子习惯 只是这本书呢 它写的更透彻一点 它把这些小习惯怎么做 怎么就以四部曲的方式告诉你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 而且这本书是非常值得 我会把这本书的中文英文连结都放在下面 你们自己可以去亚马逊买 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 就是买一本放在家里 所以是无聊的时候或睡前来看的 可以一直看的一本书 好吧 那今天这个小小视频我们就做到这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现在有这个一对一咨询的服务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这个服务是要收钱的 有半个小时和一个小时的服务 如果大家想要来找我咨询的话 可以直接加我微信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片尾小福利给大家看看 这个我用笔鼎蒸锅 来做的 这个是curry牛肉和白菜 哦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这个sauce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在亚马逊买到的 那个连接可以给你们 就是直接放一些土豆红萝卜 然后牛肉片 就我这里面的 它用火锅的肥牛片 然后放进去煮 超好吃 就先放那个土豆和红萝卜 煮半个小时 看你切的大小快啦 如果切的特别小的话 也不要半个小时 然后那个sauce 用那个sauce煮 我刚给你们看的 然后加一点肥牛片 就肥牛片在旁边先用那个热水 先用热水烫锅 然后放进去煮个五分钟左右 我是这样做的 然后就超 非常好吃也非常好做